Hash Ribbon是比特币买入现货的重要指标 现在日线上已经出现了买入信号 但是在周线上它却还没有出现 这其中难道有什么端倪吗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 请随我看下去 Bitgat最近有公共举办入金最高返还8000USDT的活动 如果你也感兴趣想共襄盛举的话 非常欢迎各位点击我的链接 你就会来到这个界面 那么这次活动是采取阶梯式的奖励制度 只要充值相应的金额 不用KYC不用做任何交易 你就会在每周五的时候拿到相应的奖金 你可以拿这些奖金去试错去做交易 即使你输光了 你照样可以把你原本的本金给全部提现 那如果赢钱了 也非常欢迎各位把赢来的钱给提现出去 如果你想争取比较高额的奖金 比如说5000美金或8000美金的证金的话 那么除了充值相应的金额之外 它还需要交易量的配合 我们现在就看到比特币的周线图表 那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我之前是看着日线的Hash ribbon去做抄底的 因为它在此处它已经出现了买入的信号 但是在周线上还没有出现 不过我们可以稍微复盘一下 这个Hash ribbon它在过去熊市底部 闪现重要信号的时候 它有什么特征 我们大家可以复盘一下 这个是2018年的熊市底部 那你可以发现了 我们在周线的Hash ribbon上面 出现了Buy买入的信号 那么我们在2015年 2015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当时也出现了 在熊市底部最底部的附近 出现了买入的信号 不过我们现在在比特币的图表上 我们还没有在Hash ribbon上面 看到周线级别的买入信号 那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在周线级别跟在日线级别 它是矛盾的呢 好 没关系 那其实 如果说大家有复盘过的话 就会发现其实Hash ribbon 它拿来抄底的话 它是一个胜率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指标 而且如果你有买现货 在这几个有提示的位置 那么整体来说 你的价位呢 会在一个非常非常能接受的范围之内 好 那我们谈到这个周线跟日线上面 它不同的差异 我们就必须先了解一下 这个指标当初的设计原理 那在当初设计的时候呢 其实这条灰色的线 这条中线的线 它其实就是一段时间的算力平均 好 那这条大家看到 绿色偶尔会呈现红色的这条线呢 它就是算力 OK 它就是算力 那用简单的话来讲说 用简单的话来说呢 其实就是这条绿色线 OK 它就是算力 那这条灰色线呢 它就是一个算力的moving average 也就是它可以衡量过去一段时间 算力的情形 那只要算力呢 是在算一段时间 算力的平均是上的话 OK 也就是它相较于前一段时间 是有增长的 那么它就会呈现绿色 那只要呢 它是有衰退 这条算力呢 它就会呈现红色 好 那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 我们关注的就是算力衰退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一下 大家试想一下 什么时候算力会衰退呢 就是矿工把它的矿机给关掉的时候 好 那什么时候矿工会关机呢 就是当币价太低 低到连矿工都不想继续挖矿 连矿工都不值得挖矿 连那些挖到的比特币都不足以支付挖矿的电费的时候呢 矿工才会关机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就意味着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到达了相对价格合理的区间了 那什么时候我们才适合买入呢 其实啊 我们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等待出现这个绿色的圈圈 那这个绿色圈圈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发现啊 这个绿色圈圈它就出现在我们快线交叉慢线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的算力已经开始增加了 已经开始恢复了 所以这个灰色圈呢 我们称它为投降期 那这个绿色圈呢 我们称它为复苏期 那什么时候会出现买入的信号呢 什么时候会出现败呢 像这个时候出现败 这个时候出现败 你可以发现了 如果说我们在这种点位去买入现货的话 你可以吃到非常非常大幅度的涨幅 那什么时候会出现败呢 这个也可以说明周线跟日线为什么会不一样 OK 周线还没有出现败 但日线已经出现败了 那么其实周线还没有出现败的原因是因为 它还有一个条件啊 就是出现败它需要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必须从投降期到复苏期 那么第二个条件就是 它必须要呈现均线上面的多头排列 那均线这种东西啊 其实它是衡量趋势很重要的指标 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 只要均线是多头排列的 我们至少可以称 我们至少可以把当前的盘面呢 定义它是一个多头的市场 它至少至少不可能是空头的市场 那以目前来说啊 我们在周线上 在大周级上的均线是还没有拐头的 至少是不符合它的规范 那详细的参数我是不记得啦 但是呃 这个指标的原理呢 的确就是这样子的 好 那在日线上呢 我们之前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败的信号 其实原理也蛮简单的 因为它就只是跨过均线嘛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之前的这一波大反弹啊 从下面到 从最下面到最上面 两个都连针尖 大概是四十 将近四十四个百分点的反弹 那么这一波非常大级别的反弹呢 它就骗到了 这种日线上稍微比周线短期 比周线还要更短期的均线 它就骗到了 所以它又呈现了败的信号 毕竟它已经从投降期 进入到复苏期了嘛 那它在拐头已经呈现 它就呈现败的信号 不过你可以发现它后来又继续走弱了 那么我个人 现在啊会更倾向说 我们必须要在周线上面 看到一个败的信号 OK它才是一个 比较 至少是比 呃 日线 出现败 这里 在周线上出现败 的话 它的成功率是会更高的 毕竟我们复盘过去的每一次 在熊市的最底部的时候呢 我们都有看到周线级别 然后hash月份出现败的情形 好 那我们过去的这种情形 有没有出现过呢 也就是在周线上 它已经到了复苏期 但是还没有出现败哦 有 有一次 那这次我 个人会认为跟 我们这次呢 绝对有办法来做类比 就是我们在这一次的时候 这一次的时候 它出现败 已经是在好几周后了 那我们就不妨看看 我们在 我们在当时啊 我们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在当时呢 我们在此处 它已经从投降期 然后进入到复苏期了 那么当时呢 比特币它还是在一个 支撑上面撑着 OK 这个支撑上面撑着 那后来呢 它就 很顺势的跌破了这个支撑 那各位也比较小看啊 跌破这个支撑的时候 当时啊 呃 当时我当然不在市场了 不过 我们根据复盘 我们会发现 这也是将近 一半的跌幅啊 直接跌掉了 将近50个百分跌啊 它跌破了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支撑 那么 跌破这个支撑之后呢 它就往上反弹了 反弹了嘛 所以这个时候 均线就拐头了 那均线拐头 所以败的 讯号呢 它就会出现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拐头了 所以可以出现了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等待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 好好看一下 我们现在啊 那我个人会认为呢 如果说我们用同样的角度去解释的话 大家可以看 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在一个支撑边缘做挣扎呢 那如果说 我们在这里 哇 顺利下破 然后 再弹起来 那这个时候均线拐头 周线级别的均线拐头 我们就会出现败的信号 那这个时候呢 我才会认为 我们真的真的是达到了一个 这轮熊石啊 最低的底部 因为毕竟 从 总体经济的角度来看啊 目前的情况 还是 不见好转 好 那非常欢迎各位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 那最近呢 我有针对每一支影片 去做 中文字幕的讲解 有习惯 繁体的朋友 有习惯 兼体的朋友 都可以去做使用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 我会继续产出很高品质的 分析影片 太感谢各位了 拜拜